在中国的经济内部的状况 一方面我们看到怎么疫情又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因为历经过三年的风控之后 其实过去的工卫专家都告诉大家 你风控之后会有一个疫情的高点 本来以为这是料想中的事情 但是现在北京已经承认 的确有新冠疫情爆发 有新冠疫情爆发 那在上海了在广州了 各个机场里头已经开始进行核酸检测了 到底为什么呢 因为在许多的国际会议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叫做 读懂中国的国际会议 他在广州召开的同时 在预会的嘉宾就说了 参加会议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核酸检测 所以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 来中国内部的实际的一个经济状况 到底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呢 来吴教授老师 首先就是疫情解封之后 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 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头号大问题 大家以为去年12月无预警解封 解除那个极端风控之后 照理说应该看到经济回来 没错 经济全面的大爆发 结果没有 就是勉强撑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又回到走下坡 下行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大家原来还盼望的时候会 真的越来越严重 可是我觉得好奇怪 我一些周遭的朋友在中国经商 他们都持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 他们说 我说中国内部经济状况 现在是不是怎么样 真的是一片哀哄片眼 外资都撤了 包括台商也都跑 但是台商要撤同时资金又跑不回来 可是真的在里面经商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所保留 他们说其实还好还好 所以实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同的场景 我们来比喻一下 美国不是升息吗 升息照说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东西不太妙 对不对 看起来好好的 对不对 看起来好好的 就是说有经济的因素来的时候 驱动你应该往下走 还是往上走 对不对 那你可能是撑住 你可能撑在那边 然后到最后你撑不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不止你破产 别人跟着宣布破产 一大票人破产 比如说银行 他拿不出现金来给提款的人去领钱 然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好多家都这样子 就是很多情况大家撑着撑着撑着 撑到最后撑不下去的时候 是悬崖式下跌 非常有可能出现这种反应 你看美国升息升了半天好像没事 现在联准会其实是早先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升息升了半天 为什么实体经济好像没有升息一样 那可是这表示什么 大家硬撑 撑到最后如果撑不下去的话 这个破产那个财源整个会爆发 所以联准会在预防突然性的悬崖式下跌 现在中国经济是这样 第一个它的经济动能已经消失 它的几个经济动能 第一个当然是毫无疑问出口跟制造业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投资 第三个消费 那这三个经济动能都消失 我解释一下 那个出口动能 因为大家知道嘛 因为订单撤了嘛 转移到其他供应链嘛 然后呢随着订单的那个撤出脱钩 那就业机会也跟着流失嘛 然后大厂接的单 中小型的那个供应商的单子也不见了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再来投资的部分最容易了解 因为中国整个改革开放 所谓的30年来取得的成果 那个第一个是外来直接投资 这制造业 第二个呢是基础建设投资 这公共投资 第三个是国营企业的固定设备投资 简称固定投资 第四个就是房地产投资 所以透过不同的投资 一波又一波的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结果现在你知道吗 这四个全部饱和了 饱和了 而且我看到非常多的外电消息 比如说Toyota裁员千人 日广汽车公司 25年来第一次裁员 而且呢就资遣了900人 我不知道这个一方面 当然看到是所谓的日系车账 在这个中国市场先后遇到的危机 只是说在突然之间在这个时候 一片的一个裁员声浪里头 到底为什么已经陷入苦战之后 然后纷纷又面临到裁员 这只是一个部分吗 只是冰山一角吗 应该是一种系统性的现象 你刚刚讲丰田 丰田跟我们这边看的 鸡腾车的车种一样 就是他是买车的人 所谓低价位的车子的代表 丰田的销售 通常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内需市场 消费端的购买力如何 那你看看丰田现在发现他要裁员 对不对 表示销售有下降 然后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你抓住基本的脉络 基本的总体经济逻辑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的事件 新闻出来 还有一个一个的数据 如果他还继续发布数据的话 因为还有些数据 他干脆取消不发布了 你会看到事件跟数据一个一个出来 印证之前的经济的逻辑 经济的概念 你看我们现在告诉你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往下走 第一个 经济动能全面熄火 刚刚讲出口部门熄火 再来投资的部门四个投资 熄火 然后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应该依赖民间企业的投资 简称民间投资 可是中共没有这种想法 他想来想去都是国营企业 不然就房地产 他完全没有想到说 要来鼓励民间投资 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叫做奖励投资条例 这个投资是民间投资 我们靠民营企业去摸索 去做创新 去承担风险 这个是民营企业的功能 不是靠财经官僚的事情 官僚不承担风险 官僚是执行指令 企业家才是承担风险 所以经济增长是因为 有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 出来组织资源 来推动创新 然后承担风险 这样来的 你看看中国共产党 对企业家的态度 不用我们讲 你去看他们是在 留下来还是在跑 你就知道 他们不是发明了一个名字叫 Roon 就是Roon 英文的Roon的意思 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懂得 提供经商环境 给民间企业家 跟民营企业去做投资 所以投资的部分熄火了 再来消费 你看失业问题 冲击就业 就业没有的话 用储蓄先称 当了储蓄用完的话 后面就没有所得 所以整个内需的力道 没有办法开出来 怎么看呢 你去看长假的时候的旅游 你去看餐饮 零售这个部门 你就可以看出来 内需不行 尤其比如说 电影院的票的销售 旅行团 还有百货公司的提代率 你会看到很多的那种 新闻报道 某一个事件发生了 比如说去银行 领钱领不到 要领号码在那边排队等等 你会发现事件 你会发现数据 这两个的话都印证你的交叉比对 告诉你说中国经济往下行 最近就发现这个经济大省 包括了广东跟浙江 他们都分分员工有大量去提前休假的情形 甚至停产裁员 这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 因为你讲的沿海大省它是做贸易的 它就是沿江沿海这一带 除了山东跟河南这个是农业大省 辽宁是工业国营企业大省 接下来从江苏上海浙江广东这里 都是做进出口贸易 这些大省出问题就表示说 真的是贸易的部分 出口拉动的部分消失了 这个动能消失 那我们继续看说当你有失业的问题 所得有不确定性的时候 人们的反应不就是缩一结始吗 这叫节俭吗 那你节俭我节俭的话表示需求在萎缩 我本来会味道自己吃一碗日本拉面 我现在不吃了 我直接吃台湾那个切开米还是一面就好 类似这样就是削减这个需求 削减需求之后 当然企业的营收获利就不好 继续裁员 就会变成我把它称之为失业型通缩 失业型通缩 因为我失业所以我削减我的开支 因为我削减开支 企业这边的营收获利就减少 他们只好继续裁员或者破产这样 然后就回来冲击家庭 所以这个是家庭跟企业两边互相影响 家庭不行了影响企业 企业不行了又回来影响家庭的就业跟所得 这个叫恶性循环 这叫失业型通缩 那金融市场那边的话 是我借钱买资产 叫做融资交易 融券交易都是 然后现在资产价格一下跌 我的保证金就要要求补缴 叫做催缴保证金 英文叫做margin call 就是要你催缴保证金 然后你缴不出来的话就杀断头 断头清掉 那这样的结果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 下跌以后引出更多卖压 原来不用卖的现在也只好卖 因为他的也面临保证金要催缴 结果就变成恶性循环 这叫做债务型通缩 这两种情况的话 你都可以在中国大陆那边看到 所以这个是经济的逻辑摆在那边 然后事情就一步一步展开 然后你就会看到新闻报导 哪一个大省的财政出问题 哪一个外资在撤离在裁员什么 你会看到很多新闻报导讲事件 讲数据 全部符合这个方向 所以你要先抓好逻辑 然后再去看现象 现象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结果 而经济行为有它的驱动力量 然后构成一个叫做总体经济的逻辑 那你抓住的逻辑以后 你不用去管它迟早会出来 迟早这个数据会出来 资料会出来 印证这个逻辑这个方向 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全面熄火 原来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你承认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当然是出口带动 中国的出口赚美国庞大的贸易顺差 现在美国要把出口市场要给你设关卡了 加关税禁运 这个列入实体黑名单什么都 美国在挡住你的那个增长动能 然后你自己的投资的话 该做的你都做了 结果有一样就是民间投资你不去做 其他的都做了 基础建设投资不能再搞了一宝盒了 那高铁系统八条 只有北京上海那一条是 以前有赚钱 现在可能也亏钱 其他全部亏钱那你怎么办 高速公路 铁路 地铁 机场 水坝 弄了很多基础建设投资都饱和了 然后再来黄地铁投资当然都到饱和了 现在说房子里面盖的太超过 可以听说可以中国的人口以外 还就反正可以住25亿人还是多少 就是他盖的太超过鬼城很多 所以你所有的投资都不能拉动的话 最后应该靠民间投资来拉动经济 中共不晓得这么做 他在对付民间投资 要他们共同呼吁把钱交出来 不交出来的话枪杆子拿过来 所以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 现在是枪杆子出金钱嘛 逼着你要补什么 好听叫补桃漏税 补税什么东西 就是变相加税 因为财政有困难嘛 所以中国经济危机 以皇地产危机 后面是地方财政危机跟银行危机 前面是失业的危机 再往前是出口就业的危机 那这五个危机 我再讲一遍 这五个危机一直存在啊 没有缓和啊 第一个出口跟制造业的危机 再来失业危机 后面带出皇地产危机 缴不起贷款了嘛 然后再来呢就是地方财政危机 因为地方政府拿不到土地财政收入嘛 然后银行危机 银行的那些贷款都变成不良资产嘛 这五个危机加起来 前面有一个东西嘛 叫做美中关系搞砸了嘛 美中关系搞砸了以后 就带动出后面这些危机嘛 所以有一篇文章最近有一篇文章在讲啊 叫做问题在经济 根源根子在政治嘛 就是说习近平的那个 要跟美国对着干的这种 战狼外交路线 跟美国关系搞坏 于是带出经济的那个螺旋性下跌 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了 失去动能失去这个 增长力道等等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年轻人事业上升了 银行那个没有现金让人家提款了 对不对 然后某一个外资又撤了 然后某一个 比如说东莞以前那个台商聚集的地方 现在很冷清 很多的现象就出来嘛 那你看到现象的时候 你不用吃惊 因为我们已经把基本逻辑 基本脉络讲明白了 所以 现在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旧的经济增长动能消失OK 你有新的动能就行了嘛 就取代了 现在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 拿不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来弥补旧的动能的消退 旧的动能 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阶段性任务 可是中国现在拿不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在台湾的话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转型与升级 有很多产业是细阳产业 比如说纺织业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透过研花 推出机能布料 推出各种新的纺织产品 现在纺织业又活起来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一个产业就是要懂得透过研花 透过这个品牌的经营 而不是要只是做代工等等 你给自己一个转型跟升级的机会 那中国经济一样要走这个道路 那问题是谁走在前面 答案是台湾跟韩国 早就因为中国的崛起 很多产业外移 然后被逼的要转型跟升级 所以在转型跟升级方面 台湾有丰富的经验跟体会 以后又可以手把手教中国企业 怎么做转型升级 可是中国企业不友善 台湾就不教了 就是说你可以因为旧的经济增长动能消退 但是你如果能够源源不绝 推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你的经济活了 现在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说 它推不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然后这件事情习近平怎么讲 习近平说中国经济要追求一件事情 就是自主创新能力 这个没有错 讲的也没错 这个没有错 问题就出在说 为什么在中共这个体制之下 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不出来 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制度了 比如说我搞创新 我一定要有那个什么 第一个要有私有产权 第二个保护智慧财产权 这是最基本的 全世界都这样 那你请问你共产党有尊重私有产权吗 没有 土地我们买卖房子 它是你买卖的是地上使用权 不是土地所有权 你就可以想象 因为土地的所有权是归国家 国家就是党的 所以共产党有很多土地 然后他说我怎么可能是这么多 我是大地主我怎么可能破产 所以他就要拿土地出来抛售 那现在刚刚都跑了不买了 因为房子也太多了嘛 所以现在中共自己 搞经济搞得那个有点乱七八糟 自己不知道 现在我们要讲了 就将来以后跟你要来解释 现在也都很多人开始解释 这下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曾经辉煌过 为什么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没有办法推出新的增长动能 来进行转型跟升级 这个是下一个大问题 好 非常谢谢吴嘉隆老师 那听过来在现况 美国的经济状况 包括中国的经济动能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 目前呈现这样的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刚刚不知道 在经济大省 不只是经济大省 面临到像浙江 广东 都有要员工大量去休假 包括也停产 包括裁员的问题 在深圳这个地方 在东莞这个地方 更是有很多员工被迫休假 甚至被迫休假之后 被暗示就说 不用回来上班了 那遥遥无奇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上班 其实变相裁员不是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又积签了大量的公司 那接下来未来会演变成什么 全面性的社会问题就会来了 对 那 有关这方面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告诉你 我现在生活的附近 好像还好好的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个现象 就是资金外流 你去看资金外流 就知道情况好不好 中国经济好不好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据说这一次旧金山的拜习会 拜登习近平的高峰会 据说习近平是硬了头皮去 因为他知道会有很多抗议 很多个人安全的顾虑等等 他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听说是经济 因为中国经济不行 他想习近平想跟拜登讨救兵 据说习近平要跟拜登提9000亿美元 希望来美国来救中国经济一把 拉一把 那这个9000亿美元恰好是什么 恰好是习近平搞一带一路的大撒币的钱 就9000亿美金 然后这些9000亿几乎全部是该账 然后就是抛出去的钱 原来叫做应收账款叫资产 可是他们其实已经是已经黄掉了 所以那个中国的外汇储备 扣掉这个9000亿以后很惨 资金外流 所以他现在不让中国旅客出国旅游 护照把它收起来 原来老师暑假的时候出国旅游 现在不行 所以你从资金外流 从习近平一再来召开经济会议 去视察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局 就知道外汇储备真的有问题 非常罕见的 去巡视一下外汇局 美国总统不会巡视连准会 从来没有过 就是一个独立机构 你去巡视做什么 就是因为外汇储备 外汇局去视察 就是要了解一下外汇储备 到底怎么办 就是被掏空 可是大量流失被掏空的结果 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迫在美姐的危机 对 所以美国不救 美国不救 他知道经济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 说不定就是用 把疫情找回来 现在不是只有新冠病毒 听说是七种病毒 对 那就是说 你认为他还是转移焦点就是 不是 他掩盖 因为病毒一定是从实验室泄漏 那个不是人工 他那个是人工合成的 不是自然演变的 那问题就出在说 他是意外泄漏的 不小心泄漏的 还是说他蓄意投放病毒 你认为这一回又来一次 又要把病毒大量输去 我先跟你讲一个情况 又来一次 不是等一下 我先跟你讲一个情况就好 就是之前不是有传过变种吗 是 英国变种 然后印度变种 南非变种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大家以为是变种 其实是因为 那个合成的病毒都是同一个架构 SARS跟那个HIV什么做架构 然后去加东西 是 所以就可以一再复制 一再的做出1000多种病毒 从Alpha 从Delta 从Omicron 一直一直变种 反正就是有一个共同架构 然后去加东西 然后大家一看架构相同以为就变种 其实是实验室出来的 换句话说 眼看着疫苗再大量接种 疫情要缓和 然后变种就出来 是 因为我不知道 如此这般 为什么 因为贸易战 它是当初是用来应对贸易战 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谈到最后 美国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你签不签 最后习近平说签 所以2020年1月15号 在白宫东乡 川普跟刘鹤签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几天后疫情正式宣布出来 习近平已经知道后面有疫情 才让刘鹤去签的 所以他用病毒战来反冲 抵消贸易战 结果经济不好 你能怪我是经济治理失败 还是因为要对付疫情 就模糊掉了 掩盖 现在经济不好 解封之后经济没有拉起来 然后去跟美国讨救兵 美国又不救 所以可能情急之下 说不定是个原因 再放一次病毒 然后说不定把病毒也带出去 全球大家一起下水 一起拉下水 经济不好 如果都没有疫情的话 人们就会终于明白了 你习近平的团队有问题 你的治理能力有问题 你的领导力有问题 都归你管了 你大权 就是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我们台湾不是这样讲的吗 那你现在习近平拿不出成绩 怎么办 他本来去逃救兵 结果人家不救 然后他知道后院起火 银行跟金融危机在后面等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能没办法了 把疫情再找出来 把病毒再找出来 不过即使如此 我觉得转移不了这个团队 习近平 你这个政权 真的 一个国家 一个疫情 搞得全世界同步遭殃 你觉得国家不离谱吗 不可恶吗 糟糕嘛 就是我是一个大胆猜测 有可能是因为 想要掩盖经济的 治理的失败 但是没有办法掩盖啊 不是因为现在是到时候 你只是一个短暂转移 注意力而已 不是注意力而已 你刚刚讲的一个东西 风控会不会来 他又恢复风控了 再度风控 对啊 所以风控以后 经济当然不好啊 不怕白纸运动再来吗 白纸运动一站出来之后 风控立刻解除 他再拖时间 你不怕吗 然后大量的人力 不放在疫情 不放在抢救经济方面 继续放在整个维权的控制 这个就是习近平 当然有人说了 这场大选里头 台湾因为进入了 我们从1996年到现在 我们一个第八次的民选总统 然后刚刚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 因为从2024到2018 跟习近平第三日的任期 刚好重叠 也有人说 这是台湾面临的风险的时候 但是台湾永远通通都在备战 其实这段时间呢 比如说在前天 因为这个前监察院长 也是担任过财政部长 王建轩呢 坐在这个吴家龙这个地方 那我自己当然非常感慨 一个85岁的老先生 怎么会紧握着一个4%的民意 台湾的主流民意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他拼命要把台湾锁进中国里头 那我当然会想 那在中国担任义工这么久了 你在那边看病吗 你那边做义工吗 你有没有想过不要回来呢 我不知道王院长内心所想的 一心一意所想的 脱离事实太久太久了 现在的状况 中国的状况 跟台湾现实状况 你想方设法 他说台湾唯一的道路就这样 就是两岸一定要统一 统什么啊 怎么会台湾还有这样的想法 好 在下一堂课当中呢 我看到吴家龙老师 要帮我们谈谈 因为最近呢 天机不可泄露 可是呢 总统大选 人人都可以去预测 就像总统大选的一个结果 上次的817817万 蔡英文总统拿下了58%的得票率 那个时候拿下百分之 应该57点多将近58 那时候拿下38%的得票率 是韩国瑜拿下552万票 有人说552票 让这个中国呢 事实上呢 感觉还不错 他们认为还稳住了552万 那现在呢 蓝军参选了 侯加上赵绍康 这边又有柯加上吴欣盈 这一场大选 范绍老师认为 中共最喜欢的就是55波 双方面呢 五成对五成 让你的动能 就是卡在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去转动 这是中共所乐见的 而乐见呢 呃 加龙老师呢 最近他们有一项 这个知识分子 互相的意见领袖的一个聚会当中 对于这一场 明年1月13号的票数呢 有一番他的见解 等一下 听听看他怎么说 当然了他也为我们了解的是 美国前国务卿季星级 因为在11月29号 他在家中病逝之后 在康乃迪克州病逝之后呢 呃享受100岁 不过这一位季星级 在美中台关系里头 被认为某种程度呼风唤雨 甚至呢毁欲参半 呃 宋吴成老师以八大罪状来形容他 可是今天我看到了 是我们的吴嘉隆老师 他试图用不同的观点来看看 这一位季星级 季星级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嘛 对不对 那吴嘉隆老师认为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季星级了 那他要从什么角度去切呢 来等一下听听看吴嘉隆老师怎么说 也谢谢在线上所有的小金钞 朋友观众朋友 下一堂课持续锁度 吴嘉隆老师我们再会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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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